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算是我做博主的第三年以来 第一次算是蹭热度吧 关于现在比较火的这么一个话题 性骚扰 以我个人来讲呢 我对性骚扰啊 什么metoo运动啊 这些个主题啊 只停留在看一些明星的八卦 就我还好挺幸运的 没有经历过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 直到一打开youtube呢 我关注的一个特别大一个大博主 他有一个million的subscriber 是一个男生 可能好多人都看过他视频 就是他最近老过推他这个视频 上面写着PUA和性骚扰 其实我对这个话题挺顿的 我就打开看了 看了之后我就震惊了 然后我的三观就粉碎 我想说这个世界其实挺可怕的 西兰把youtube上一些个youtuber 然后他们主张怎么样去精神上 或者说是身体上 各种方法来占女生的便宜 而且是陌生人的便宜 其中有一个youtuber随机采访 走在路上他拿了一个硬币 问一个女生他说给你变一个魔术 那女生说是什么魔术 而这男生就特别客气 特别礼貌 特别有教养 就说你信不信我把硬币变霉 也不是变到你的内衣里 还是怎么样的 一定要看我的手 然后这个男生就握着硬币的手 然后就慢慢地摸到了 那个女生的胸上 然后那女生也没躲 然后就看着她的手 那个男生就在她的胸部 停留了还挺久的 手一拿开硬币掉下去了 说哎呦 这个挑战失败 然后这个女生还在笑 这男生就说 哎呀 可能是因为尺寸太小了 这个魔术变不了 就是还要去人身攻击一下 这女生 就他们都是不认识的 很客气的 把这件事给做了 这个世界简直是太可怕了 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 那肯定的这个男的 当时就被网爆了 国内外的媒体都有报道 清新脱俗的方法来耍流氓 那个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 哎 这些女生还是笑着回应我呀 说明这些女生是乐意的 凭什么女生就是干什么干什么 就是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呀 这件事是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一个社会的experiment 那谁来抨击她 谁就是错的 谁就是来提倡了男女不平等 我是怎么看待这些女生被摸了之后 她们还在笑 有两点 一点就是现代的女生家教都太好了 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 可能大部分都是以爱包裹着 比如90后00后 就是80后啊 长大的这一路上来 首先家教都比较严 大家接近你都是一个正面 还有一个良好的氛围 这样子的女生呢 她首先不会对人去进行一个下意识的反击 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去反击过别人 下意识哈 她反应不过来 之后会难受 但当时她反应不过来 第二个就是我们把人都想的特别善良 就是一个男生旁边还有人拿着摄影机 穿的人摸狗样的 还特别客气 文明的外表下做着很龌龊的事呢 这个女生总是会觉得说 她应该没有太大的恶意吧 一个大概的判断 这个人接近她是善良的 不会害你 这件事就在自己不可控的情况下 就理所应当的就这么做下去了 这个男生对着很多的女生做这种龌龊的事 几乎没有女生是当时就反抗的 我觉得女生第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要知脸齿 大家可能喝了喝了水都喷出来了 可能是在吵架或者冲动下 指责对方的一种非常严重的话 就是你这个人不知脸齿什么的 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脸齿这个词 我说的是脸齿这个词本身的意思 我查了一下ChatGBT我就问她什么是廉齿 廉齿是指一个对于不道德不当行为感到羞愧和不安的心理状态 它涉及到个人道德观念和价值观 使人意识到什么是正确和正确的行为尺度 廉齿感呢使人们在道德伦理方面保持警觉 还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 使他们遵守社会规范和价值观 有廉齿的人呢通常会避免做出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 因为他们担心受到他人的指责和社会的指责 一个女生知廉齿她并不是只是说自己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她也得知道对方是在做有廉齿或者是没廉齿的事 比如说你遇见一个渣男比如说你路上遇见一个就是这种货色哈 你也要第一时间分得清楚他们做的事是不是有廉齿的 我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对方涉及到了亲你一下或者说把手放在你的胸上面 这种要求在道德跟伦理方面确实是突破了尺度的 那你就一定要在当下做一个判断 一定要远离这个人不要让他再进一步靠近你了 不管是以什么形式的你都要说不 再严重的话你就寻求帮助报警啊或者怎么样的 死卡那个度一点都不能让对方越过来跨过那个度 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还有第二点就是我虽然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变态性骚扰 但是我有经历过被路人袭击 我觉得我也没有造成什么我身体上的后遗症 所以我也没有当个什么事去跟大家说 但是这件事之后我确实警觉心高了很多 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还兼职做模特嘛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在Downtown 多伦多Downtown地区坐公交汽车跟地铁特别特别多 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楚是Saint Patrick Day 还穿着羽绒服呢我就坐在一个公交车上面 进去之后它不是有两排先是前面两排面对面坐的吗 后面的一排一排的才对着正前方是往前走的 那我当时坐在这个两边这两溜就对着的方向等于这车是侧着走嘛 所以我当时就在那看手机呢也不干嘛的 就突然间旁边有一个人就是用拳头打了我一下这个太阳穴 就他一打整个我感觉我头发都飞起来了 我整个就倒在我旁边了 我旁边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我的这个太阳穴就整个都是蒙的 我有点麻 然后当时我一回头看呢正好正对着我是做了一个女的 然后她是50多岁吧 哪的人我就不说了啊 她一边打我一边就嘴里就阵阵有词 我听不懂 反正她就是就突然间被刺激到了 然后就发作了 打了好几下啊 然后当时因为我就是傻掉了 我从来都没有跟人有任何的肢体接触 然后当时我就就站起来 然后我就跑到那个bus driver 然后我就跟她哭了 因为我很痛 然后我就说有人punch我了 公交车就是马上打双闪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女的就就跑了 麻麻烈烈的就走了 就没有人去追她 那时候公交车司机呢 就把这个车清空了 然后打双闪停的路边 报了各种的警 多伦多的那个transportation的警察 然后911的警察 ambulance 反正乱七八糟的 把好几拨人过来给我录录录 然后开照什么的 当时好像那个路都堵了 挺大一事好像弄的 后来那个警察就追追追追追 就追到地铁站 把他Yang和Bluer的地铁站 把他给抓起来了 就我在bus里等着嘛 然后那警察就说 他是精神不太正常 所以他要去疗养两个星期 然后就放出来 因为是有精神疾病的 所以他不能有任何的形式上面的处罚 或者是怎么样的 我说没有关系 我说我现在好像也不是很疼了 我就赶紧走吧 因为我还有事呢 做完笔录什么就放我走了 我说这件事出完之后就再也没有 然后了就结束了这件事 打这件事之后我就一直特后怕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他当时那个力道 如果拿了一把刀的话 或者拿了一个钥匙去弄我的太阳穴的话 我可能就没有我了 万幸就是他只是用拳头 我还扛得住 打我这人吧 就他看起来穿衣服什么的 就特别正常 只不过就是岁数大一点 自打这件事之后 我就有了就是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 我突然间在众多人群中 我可以马上就能看出来 哪些人是不正常的 当然了就是说这些人 他可能也是后天受什么刺激啊 可能他们也是个受害者什么的 也需要社会的关怀 但是我不需要给他们关怀 因为在他们面前我是受害者 所以说我要保我的命 后来我就是自己去纽约也好 然后自己去欧洲也好 都是我一个人嘛 在公共场所 凡是人一多的时候 我会极其的警觉 我就会看观察身边所有的人的眼神啊 或者说是vibe 有没有那种稍微有一点点 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但凡我觉得不正常 我马上就下车 就换下一班 或者就是我赶紧就是逃离那个地方 我上一个视频就说 我不是特别喜欢我一出现 大家都盯着我看 我不是那种特别 就张扬的穿衣风格 以穿搭的角度来讲 我穿东西确实是比较素的 以实用方面来讲 我确实是挺会保护自己的 你只要是跟朋友在一起 或者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同学在一起 毕业舞会啊 过生日啊 比如我们全家出去玩 你可以穿的非常花质招展 你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是你的自由 但是如果你一个人在异国他乡 打拼工作留学的话 一定要低调 我看新闻 就是哪个女生走夜路啊 或者是穿的很暴露啊 被人家欺负了 很多人就是分两派 一个就说是受害者有罪 论 穿的太漏了 这出去太晚了 另外一方就是说 这个国家如果说乱的 连晚上都不能穿着想穿的东西出去的话 那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的问题 不是说受害者的问题 各分一派吧都有道理 以我的角度来讲 我是想变成新闻里面那个人 还是想变成跟着讨论的那个人呢 当然了我是肯定是不想这种事发生的哈 但是如果发生的话 我是希望我是看新闻的那个人 而不是说我是在新闻里面那个人 实打实人命关天的这件事 就一刻都不能马虎 既然说他是有这个风险的 那我就让这个风险降到最低 自己保护自己的话 不穿他暴露的衣服 也不踏腕出去 尤其是一个人 以生命安全为最重要 就算是当地的治安非常非常好 也一定要让自己清醒的 以安全的方式回家 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 还有西兰的视频里面 有一些个女生晚上在夜店 然后喝个烂醉 有的男生过来 就对他们身体上进行一些个占便宜 我觉得女生可能会经历失恋 可能会有人生低谷的时候 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哈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低谷 我说你永远都不要放弃自己 你千万不要心里的苦 心里的痛 没有地方去发泄 你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我想象到那个画面 我就会觉得很心痛 自暴自弃的这么一种行为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的方式 能让你的精神上得到片刻的舒缓呢 自己在家关上门喝 喝完了就躺床睡觉 就不要出去了 多痛苦的事关起门来 门头大睡睡个一个月 或者是吃狂吃东西 狂吃一个月 反正这些坎总是要过去的 千万不要把自己喝个烂醉 然后在大街上 然后让那些坏人有可乘之机 这个感受还是比较主观的 同样程度的体验 他每个人可能对他的接受程度 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不能让自己不舒服了 如果你感受到不舒服的话 那这个经历可能就会变成了 你一辈子的阴影 通过很久来进行一个自我疗愈 怎么样能让这个疗愈的阶段变得更短 让自己恢复的更快呢 就是要在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 就是第一时间 马上去反击他 找一些个可以帮你的人 让对方变得不舒服了 对方越不舒服 那你自己可能就会舒服一些 很多人他就是有这个很恶心的这个经历 因为就是对方还是在逍遥法外 没有人去提这件事 没有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这个可能也是受害者 常年一直是耿耿于怀 得不到舒缓的这么一个理由之一吧 你让我不舒服的话 那我也要让你不舒服 不管在哪个层面 你一定要对你的所作所为有付出代价 那以上的就是今天这个视频全部内容了 我今天这个衣服是Helman Lange的 它是一个建筑师 一个出身的这么一个设计师 所以说它是一个不对称的一个裙子 这件裙子我是在SNS上买的 它就是挺薄的 有条条的这种有弹性的 还是比较包身的显腰身的 链接啊 乱七八糟 反正我会把他这衣服 我选几件吧 然后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逛逛 那以上的就是这个视频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小灵感和小帮助吧 那我们就下个时间再见吧 拜拜